3月3日有媒体晒出侯文元开着钟楚西的车外出 整个人十分惬意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侯文元打扮休闲 头上戴着黑色真知帽 十分低调 当天侯文元独自一人外出 钟楚西并未同行 他在车房停留了一段时间 似乎在用手机与人交谈 推测可能是在向钟楚西报告他的行程 侯文元在车边站了一会儿后才离开 而记者也跟踪他直到晚上 第二天侯文元邀请钟楚西一起外出用餐 他们在一家商场用餐后 侯文元轻松地走了出来 换上了一件黑色外套和灰色长裤 步伐轻快 侯文元每次外出都会戴上口罩保持低调 餐后 钟楚西紧跟其后 穿着与侯文元相似 与侯文元的低调不同 钟楚西在公共场合中毫不掩饰自己 大方地面对公众 去年9月 侯文元和钟楚西恋情曝光 今年2月14日 两人泰国正式官宣恋情 并晒出在泰国旅游的合照 感情十分稳定 最后也期待两人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吧